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恐怕完全相反 前不久德国政府批准了中资企业参与汉堡港股份的文件 根据外面的报道 在德国政府同意让中资企业入股汉堡堡的最后时刻 德国内阔有六个部长 其中包括德国立党所掌控的经济部和外交部都还在表示反对 政府总理和下属的部长之间会因为大政方针发生严重的分歧 这种事情只有在西方的联合政府的框架下 才可能发生 我们都知道欧洲立党实际上是受美国操纵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组织 他们以节能环保为幌子 实际上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妨碍各个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 并以此为手段把重要的经济和科学资源从其他的国家都弄到美国去 德国舒尔茨政府做出这项重大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决定 虽然遭到了经济部和外交部的反对 但德国政府否决反对坚持批准有关文书 可见德国政坛的主流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什么呢 那就是以维护德国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为第一位 而不再是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相信这主要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德国受到的教训太惨痛了 特别是对俄人员贸易被强行切断 乌克兰还悍然向德国勒索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给德国造成很大的伤害 虽然在战后几十年的毒化教育之下 很多德国人都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政治立场 但是德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侵害 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这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清醒 在上个星期的一份社交媒体视频上 德国的民众当面大骂乌克兰的难民 说他们是纳粹 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实际上挨骂的乌克兰难民也是新纳粹的受害者 如何处理对华关系 索尔斯总理最近直截了当地告诉欧盟国家领导人 不应该和中国脱钩 之所以德国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主要是因为德国是欧洲的第一经济大国 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强国 能不能维持正常的国际贸易 对德国的社会运行 人民生活和政权的稳定都是决定性的 无论绿党的环保气候口号喊得多好听 只要和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项违背 最终都会遭到唾弃 在对华关系上也是如此 作为德国立党成员的外交部长安娜·贝伯克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指责德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是不正确的 说是我们在政治上受到勒索 但是如何解决德国企业的困境呢 这位外交部长拿不出任何办法来 根据外电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有意随后发问中国 这与法国本身的经济定位和经济状况 也是直接相关的 法国同样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法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们很可能在欢迎了德国总理之后 要再来欢迎法国总统的来访 欧洲的其他国家什么时候才能醒悟过来 或者说什么时候下定决心摆脱美国的操控 真正把执政目标放在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上 从目前情况来看 其他欧洲国家很难立刻转变立场 代表美国利益的政客 在欧洲议会在媒体上依然是非常的嚣张 他们甚至直接发表言论 指责中国现任的领导人 以及中国的老一辈的无参加革命家 这些欧洲国家不受更多的苦难 只怕是不会转变他们的想法 好 这些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